台湾公营进入第二代接班行列 董事长骆景明的女儿骆怡君接任策略长 妇女党携手在公营的领域堪称全台唯一 今天两人联媚出席活动引起媒体关注 出席春久 台湾公营董事长骆景明满脸得意 因为去年表现亮眼 今年还打算规划征才300人 台湾员工加薪3% 香港员工调薪6% 别问到管中民亚洲四小龙之说 洛景明强调台湾再不追赶 连石小龙都追不上 管主委的这个说法 也可以说把眼光把它放大 所谓开花中的国家 还有甚至已开花的国家 都应该列入我们竞争的对象 强调台湾眼光应该更远 不过现场另一个焦点 就是洛景明身旁这一位 全身裤装短髮搭配眼镜 将其化来利落干面的女士 她就是洛景明的掌上明珠洛宜君 在公司我从来没有叫过她爸爸 永远都是叫董事长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要 自己要提醒自己 你不要以为她是你爸爸 你就可以乱来 没有千金小姐的娇气 今年43岁的她 大学时期出国留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气管硕士毕业 回国一路从台湾公营总经理 常务董事当到集团策略长 海带领集团在高度竞争的 香港兼容市场插旗 为接班布局做准备 我觉得我今天基本上 我只想做一个低调的接班人 因为接班人跟继承的人 是不一样的 继承反正就是说 你爸爸妈妈给你什么 就什么都拿来 这样就好了 可是真正接的班 不是接他的钱 而是接他的责任与义务 我们会会debate 至少到目前为止呢 都都居于下风 不过我觉得时间的磨练 我会慢慢变成下风 洛景明和洛义军是妇女 也是事业伙伴 妇女党吸手打天下 格外引人关注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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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